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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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Toto 現在我們來到了汐子火車站這裡 今天呢 我們又要出去旅行了 好久沒有出去旅行了 我們台灣在宜蘭的釣蝦場那邊 有一個東西叫做草蝦祭 它終於開跑了 那今天我們一起去釣釣草蝦 帶回來吃吧 有一個東西叫做草蝦 我們在這邊走 然後打開 我們現在進行車站 我們現在進行車站 電車站 我們終於到羅東了 好久沒有來宜蘭這邊掉下了 那等一下我們就租個車 一起前往下個目的地吧 GO 河南催下去 來來,我來啊 大家好,我是濤濤 現在我們來到了宜蘭的來來釣蝦場 今天呢 我們將要一起來這邊體驗一下 台灣釣蝦場的炒蝦季 沒有想到說 我們又過了一年了 還記得我們去年的炒蝦季 第一間去了娛樂釣蝦場嗎 這次為什麼我們又會來來來釣蝦場呢 是因為我們上次來這邊釣草蝦的時候 我們不只一起體驗用啤酒煮草蝦的感覺 還有上次遇到好心的大哥 他送給了我他自己做的草蝦溝 哇 所以今年的草蝦季一開始 我第一間挑選就是這間釣蝦場 好啦,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進去開單 釣草蝦吧 GO 我們現在已經在草蝦池這邊就做了吼 然後釣主我也準備好了 釣主是使用傳統插座配二號草蝦標 然後我們的鉤子是使用這種梅花鉤 它這種鉤子分為內外牌 內牌的鉤子是屬於鉤海蟲用的 外層內圈 它就負責專門打蝦子用的 等一下我們的釣魚是使用海蟲 來這邊做釣的話 他們釣場也會附海蟲啦 但是我是習慣說買外面海釣用海蟲比較大隻 比較好鉤 至於今天兩水蝦的方式是讓鉤子貼地 然後水面貼於 足標上四目這裡而已 如果你是對釣草蝦比較敏感的人 甚至兩目或一目都可以啊 只要你看得懂就好了 那等一下我們就準備兩水蝦排單做釣囉 水蝦排單做釣草蝦 欸你好我想開兩個小時炒蝦子 好 釣完就直接掌 喔好的 謝謝 我們已經開好單囉 來來釣蝦場這裡 事先讓我們做釣 反正我們釣夠了 再來櫃檯剛剛算價格就好了 那今天我是預計釣兩個小時啦 不過我們再看釣況如何好了 那我們準備做釣吧 GO 來吧 催下去 喔 有號龍 有 哇一下桿馬上就中了耶 而且今天這個草蝦體型 很可以耶 然後炒蝦吃的玩法就是說看到浮標一抖就馬上開槍就好了 也許你一個轉頭 下一秒蝦就來了 欸來 喔唷有耶 頭 下一秒蝦就來了 欸來 喔唷有耶 真的耶 這個訊號來得好突然喔 喔唷 然後各位 我們今天有帶滿粉來做沾粉使用啊 因為來來釣蝦場他這裡禁止使用釣草蝦用蝌漿 但是他們可以使用沾粉啊 欸有號龍 喔唷 欸有號龍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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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體型 好可以喔 喔唷 喔唷 哇 各位 我才想說我要打開這包滿粉而已 結果才 結果包裝還沒有打開是中兩隻蝦了耶 我今天還沒有用到沾粉就咬成這樣子了 看來這個粉應該是用不到的 喔 他們放蝦了耶 是說今天我有準備沾粉 南極蝦粉啦 是說今天我有準備沾粉 是說今天我有準備沾粉 南極蝦粉啦 就想說 欸 沉了 就想說 他這邊可以用沾粉的話 我們就加點沾個蝦粉好了 來吧 吹下去 來吧 嗯 嗯 喔!好會 這個體型好大喔 我覺得可以唷 給各位看一下 ok啊那我們今天調一個小時就好了� ook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收單算下量吧 OK啦,我們已經釣完一個小時炒蝦池了 它這邊一個小時炒蝦池是400元 第二個小時要再加350元 不過我們今天釣況還不錯啦 我們就先釣一個小時就好了 我們去算下量有多少吧 那我們現在來算一下 我們今天釣一個小時炒蝦池 有多少隻炒蝦吧 我覺得這個量看起來很可以的 OK啦 那我們來算一下有幾隻蝦吧 我們今天釣一個小時有31隻炒蝦 那我們來蹭一下有多重吧 我們今天拿排斤秤來蹭有多重 首秤已經歸零囉 有1斤0.2兩耶 可以耶 哇 不錯耶 OK啦 那等一下我們來處理一下這些蝦子吧 那我們來享用一下來來釣蝦場的餐點吧 哇 哇 然後各位啊 在我們享用炒飯吼蝦之前 我們先來烤這些比較大隻的草蝦吧 來來來 孩子回來 一個都不能跑 嗚嗚嗚呦 OK啦 我剛剛已經把這些草蝦串起來了 我看你們還要怎麼跳 一個一個來 那我們先吃吃看他們的炒麵如何吧 我吃點一般60元的炒麵而已 只是沒有想到他60元炒麵吃起來有一種食景炒麵的風味 不像一般的炒麵就是這樣高湯炒過去而已 他還有加了醬油 跟一種你會讓你舌頭感到鮮味的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的佐料又有肉絲青菜跟蒜頭 咬下去這個炒麵口死留香耶 絕對可以耶 哇 那我們來吃吃看他們的炒飯如何呢 他這個炒飯他有炒了三色豆 蛋花洋蔥還有蔥花 整體來說就是非常道地的蔥花蛋炒飯 就是你會感覺到一股濃厚的蔥花蛋炒飯的香味中 帶著冷凍蔬菜的味道 這兩者是非常不搭軋的感覺 那我們來吃吃看我們現烤的炒蝦 好吃嗎 我們來吃吃看他的蝦頭好吃嗎 好鮮甜的感覺喔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隻蝦子好吃嗎 這種新鮮現烤的海蝦 他最大的特點就是說 你可以連殼帶肉一起吃下去 好吃耶 蝦肉 蝦肉與蝦殼的香氣混合在一起 他們交融出了一個新的層次風味 在你舌頭上炸開來 這個只有現沙活蝦可以這樣吃啊 因為我之前吃過那種冷凍的蝦子 他的感覺就沒有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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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我們已經吃完熱炒還有烤蝦了齁 那我們來說說今天來釣蝦場釣炒蝦的體驗吧 之前我們去的那家預熱釣蝦場 他不管是用水滴溝還是梅花溝 他都可以是用兩門都沒有關係 甚至還可以打蝦漿 雖然說在來來釣蝦場這裡 他是禁止使用蝦漿這種誘餌的 但是如果各位你們想來釣草蝦 但又不會配釣主的話怎麼辦呢 沒關係 在宜蘭釣蝦場他們的公幹就很好用了 但是他的溝子是給你兩門水滴溝啦 水滴溝跟梅花溝他們雖然長得不一樣 但是他們唯一相同的玩法就是說 你看到浮標一抖就直接開槍了 不管了 雖然說途中也是有放槍啦 但是整體來說 好舒服喔 至於他今天快炒的話 可能各位有來這邊吃過 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你們吃炒飯炒麵 甚至其他料理的想法是如何呢 那等一下我們東西收好之後 我們就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囉 快炒飯炒麵 我 在廣個地上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回到汐止這裡了 沒有想到說 我們今天去宜蘭行程 今年是當天來回 在我們搭火車回來汐止之前 我們還利用最後剩餘的一點點時間去釣了魚 後來 水裡 咬一下 終於終於 嗚咻 嗚 孩子來吧 該出水面的 嗚咻 這什麼東西 福壽 怎麼會有福壽啊 來吧孩子 3 2 1 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當你想要做的時候 凡事催淚就對了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